这个视频是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如何清理网站发来的大量的垃圾邮件 我们在推广网站的时候 肯定也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副作用 那就是机器人生成的垃圾邮件 这些垃圾邮件更多的都是用俄语发送的 也就是说发送垃圾邮件的用户 它们是来自俄语的国家或地区 或者它是设置的语言版本是俄语来发送的电子邮件 那它不是人工发送的 都是恶意的机器人在发送的这些垃圾邮件 那我通过工作中经常我发现一些网站会有新用户注册 但其实根本就不是真的用户在注册 那我现在就登录这个网站的后台 演示一下如何来清理这些垃圾邮件 那为什么这些页面会出现垃圾邮件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吧 垃圾邮件呢 一般来说它发送的邮件呢 它带有链接的 这些链接呢 后面呢 要么是一些恶意的一些版本 所以呢 基本上不要打开它的链接 还有呢 垃圾邮件的内容呢 是乱嘛 或者是没有逻辑性的 或者是跟自己业务毫无相关的 那这些东西呢 都得要不要垃圾 不要去打开 并且呢 第一时间呢 就把它给清除掉 如果你不清除掉的话呢 这些垃圾邮件呢 就放在这个公司的网站后台 那么呢 就是对这个公司的网站安全呢 是不利的 当然你这个电子邮箱里面 也会收到那么多新用户注册 因为我们很多网站 都是通过wordpress搭建的 那么wordpress的系统呢 会发过来相关的这个通知 所以呢 这个垃圾邮件的发送者呢 都是机器人发送的 不要去理会它 直接就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呢 要是想清楚的话呢 第一的方法呢 就是安装那个 Capture的这样一个插件 但是做任何事情都是 有利也有弊 如果你装了一个 Capture的插件之后的话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难的事情 可以比较容易的安装上 也就是说出现一个验证码 3.2等于几啊 让对方回复一下 这相当于一个计算公式一样 那么他们这个自动的机器人呢 他不可以 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问题呢 都要进行回答 所以这个呢就避免了 这个垃圾邮件的发送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呢有利也有弊 如果装了插件以后呢 会使你的网站啊 就是拖慢 就是比较速度要拖慢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的话 因为Capture装了以后的话 来自特别是中国 因为那个Google 是不能够正常上网的 那么它会拖慢这个网站的速度 打开的速度也会拖慢 所以我现在呢 不太怎么去装这个 Capture的这个插件 这个是我考虑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个呢 就是装上这个反垃圾这个插件 但其实呢 我现在呢 网站上也装了这个反垃圾的插件 但是装了以后 也是倒高于尺 磨高于障 他们这个垃圾邮件的发送者呢 也会针对这些反垃圾邮件的插件 会跳过去的 所以这个呢 方法呢可以采用 但是也是有利有弊 如果你装了以后呢 也会拖累这个网站的速度 所以呢我一般呢 也不想去装它 因为我觉得这个网站这个速度 下载的速度是越快越好 用户体验呢会更好 现在呢我再通过博客页面呢 来说明一下如何呢 把一些这个没有用的博客页面的这个垃圾评论的这个关口啊 把它给关掉 现在呢我就打开一个这个China Digital Marketing这个博文 这个博文的链接的话呢 我现在先点击开 好现在呢我打开了公司发的一个博客页面 这个博客页面呢 它是有主题挂的有视频 那还有这个ACU的工具等等 那如果你不想评论的话呢 就得要注意哈 您这个 因为不同网站它这个评论功能呢 有可能是在下端 也有可能是在右手册 它这个排版的位置呢都不太一样 现在呢我就拉到这个右手册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 这个博文哈 博文里面的一些内容的设置 在设置当中的话 我想这个分类目录呢 大家应该比较熟的 因为不同的网站呢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分类 那么再继续往下看 是这个博文的一个特色的图片 另外还有讨论 讨论呢就是点评的功能了 我这里的允许评论这一块的话呢 我这个对购呢没有打上 也就是说让它空白 也就是说我不让这个用户 在我的页面上呢进行点评了 后面这个允许pinkback和trackback 我也不允许 也就是说不想让外界的外链呢 能够进入到我的这个点评的功能里 所以大家呢去检查一下 你的博客页面这一块 是不是打对购了 如果打对购呢就把它去掉 去掉过后注意不要忘了更新哦 我现在正在点击博客页面的更新 同样的道理呢不仅适用于博客页面 同时的话如果你的正常的页面 或者是这个购物车功能的页面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允许点评和不允许点评 因为大的这个像是淘宝一类的网站的话 它都有机器人来做这个工作 对于这个小的一些这个博客性网站的话呢 公司的一个博客网页的话 它里面的功能呢是没有这个机器人来自动 来去做这个点评的这个工作的 所以呢没办法进行监控和清理 所以只有这个人工来进行监控 但是人工监控的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这个财力 来去做那么细致的一个网站管理 所以对于网站网管来说的话呢 最直接了当也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点评功能关了 所以希望这个视频的话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您发现自己的垃圾评论 和这个进入网站的垃圾信息比较多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一块呢作为一个切入点 首先呢把它给关闭掉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操作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请跟盛老师联系 现在呢我继续再演示一下 如何关闭用户注册功能 那我这个是一个中文的界面 容易展示一下 首先呢是点击这个设置的功能 那么如果你要看到自己的用户的话呢 你会点击所有用户 查看一下是不是有垃圾用户订阅 那么现在的话我就看到呢 有这么多的一些用户进来 但是这些订阅者呢 和自己呢不一定业务是直接相关的 你会查看一下他的电子邮件是不是出现乱码 如果乱码的话呢 把这些用户呢就全部删掉 比如说我这个用户呢 认为他们是乱码 那么我就直接呢通过点击删除 然后呢应用 这样呢属于这个垃圾用户呢 就确认删除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再点击一下 左侧的设置 来展示一下怎样 来去关闭这个订阅者 那么如果你点击开这个设置栏目以后的话呢 你会看到这个新用户默认的角色都是订阅者 在这上面有一个成员的资格 首先呢你不想让这个无关的用户 机器人来自动的跑到你的网站上来注册用户了 那么你就是把这个勾选了给它去掉 变成空白 注意往下拉 要保存更改 这样一来的话 您的网站就不会再出现一些新的不明真相的一些 这个机器人跑到您的网站上来注册了